上身两个蓄防 闪开一个控装 小塔尔比娜 小鸟 25分钟 碰了一下之后 这球他自己没有真正控制稳 但没想到成为了绝妙的给队友做球 蹭过自己的同时 也蹭过了天生看防的后卫 这下本来是奥比娜想拿球之后转身的 但是停球给停大了 刚才那是吕征拉扯到了右边路之后 这条传球传的相当的不错 确实奥比娜的这个球有一点误打误撞 想停球没停住 结果球滑一道弧线之后 正好到了邓卓祥后插上最舒服的位置 对 这条写赛因为他蹭了这一下之后 有一个加速向前旋转 正好库萨出来之后 铺第一下的这球狐狸 还确实是一个在欧洲联赛中所锻造过的球 所以他现在在印尼打联赛和球队的这种融合度非常好 还是吕征继续用速度再出一步 传球非常漂亮 还要吕征了一个后阵射门的球进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鲁能现在确实是急需这种方式的进球 太漂亮 因为正好是他这样一个很有隐蔽性的射门动作 把门将库萨给晃了 库萨其实考虑到他有可能是射门打自己的右下角 但脚步迅速移动的同时 这球折了一下之后是走向了近角 他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反应再快的门将 当身体已经提前移动的情况之下 再向反弹 左脚射门 而且是强的能力 上场之后有一次右脚射门 而鲁的这个进球是最为强势 中路了一次非常好的配合 韩鹏抬头看了一下左脚脚弓 一脚推射 阿丽玛对刚才的防守组织的呢 非常的业余 队长三号叙库尔呢 一个人留在最后面 既对整个的防守帮不上任何忙 同时呢 让韩鹏的位置一点都不业位 而邓周强看到这一点之后 和韩鹏心领神会近距离打了一个很漂亮的配合 毕竟从门将的萨卡的身高上来看 只有一米七三 下地之后呢能够控制的范围 比起一个高大门将来讲要小多了 所以韩鹏很聪明 瞄了一下之后 就推了一个像用法点球的方法一样 回不来 又是一个 还有好球 买机箱 四个零 看起来的把球让给了 在中路机会正好的买机箱 最后是打了一脚取角度的射门 王老婆领进去之后把这球传过来 第一下都可以打 但是买地箱的调整了一下 左下连续调整 第一下这门被挡出 但球居然还留在原地 他再打 由于之前守门员在防守的时候呢 已经多次移动 最后门将的位置已经完全掉开之后 等于是打了一个反向 几乎是打半个空门 对这也是加盟山东鲁能之后 买提江打进的第一个正式比赛进球 所以说进球之后 他也显得相当的兴奋 同时这个进球呢 也是掉起了主场 好球 没太二步 都快到将近92分钟的时候 首先是韩鹏在前场的 一直是非常 所以今天锁进的五个球呢 实际上山东鲁能几乎都是一曲同工 都是在较进距离之后 把这球给打进 对而且上下半场 快要结束的时候 鲁能队都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上半场是奥比纳 下半场是王永破 这两个进球真的是神来之彼啊 这也是中超球队难得一见的 非常精彩的破门 韩鹏的左脚传球 拿出以后 踩球转身 已经把防守后卫给过了 跟进的后卫来不及 左脚起脚 中路一脚捅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